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我是Lolo 我是老子 其實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說 為什麼四五年前老子我突然間消失潛水 在這一段時間又突然上回水 說來就話場了 在四五年前老子我還有一個廢青 有空玩玩玩Youtube 無所事事地過生活 我不知道是我的價值觀改變 還是Youtube的身態改變了 我開始發覺我拍Youtube的動力 不是當初我玩Youtube的初衷的原因 我開始覺得我的心態改變了 改變了我最不想變成的那種人 我開始想想我是不是應該放下Youtube 而且那時候老子我是和我妹妹一起住的 我們是同一間房 她睡上格我就睡下格 那時候我妹妹大約十四五歲 那時候我也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能不能自己一個搬出去住呢 那好幸運 在這幾年我都順風順水 我都自己搬出去住已經有三年了 直到這段期間老子我都從事創作方面的工作 她在我拍Youtube或者任何技巧上都有很多幫助 直到我去年拍了一個韓國Vlog之後 我當初一直燒到快要熄的那團火突然間就燒起了 而且今年的農曆新年我拍了一段長大的影片 和我上一個星期的紫尖陀螺 我發覺當年四五年前一直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他們依然都還在下面留言支持我 和我聊天 那種一拳一拳到肉的那種感覺 就將我那團火越燒就越大 那玩Youtube的那種初衷呢 都陸續續回來 那所以老子我開始就玩Youtube了 但因為老子我現在有份正職的 所以我現在已經著手開始調配我工作以外的時間 盡我能力拍到的拍 那當然可能之後會陸陸續續會多一點的 那我也很感謝一直以來在隔了那麼多年 都依然支持我的朋友 I love you man I love 我不知道你是男還是女 I love you guys Everyone 那現在我回來了 你不是不支持我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就給個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上面按個小鈴鐺 下次我出片你會知道 See you